王总 谢谢你送我回来 谢谢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之前 我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因为对你一时心动 或者是习惯了你在我身边 所以离不开你 知道你之前跟我说 爱和习惯之间的区别 我现在很确定我的感受 王总 天心你听我说 我承认我之前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可是从现在开始 我愿意为你而改变 我愿意因为你开心而开心 你快乐我就快乐 我不管什么公司的流言蜚语 或者是什么别的 我不怕压力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爱你 给我个机会好吧 我知道了 今天太晚了 我先回去了 我等你答复 我等你 怎么回事啊 今天什么日子 您不知道吗 今天下午突然接到税务检查 公司 公司公司 公司比家还重要 比生年啊 你的父母还重要吗 没有父母 哪来的你啊 对不起啊 我们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今天真的尽量提早回来了 提早 现在都已经十点了 再过一会就该明天了 你们爸爸的生日不参加 妈妈的近日不回来 你们行啊 都是从石头放里蹦出来的 姑姑 你跟妈说的那么难听啊 我们真的都累了一天了 也是因为有工作才回来晚的 又不是出去玩 那公司所有的人都在加班 我能撒手不管 自己先回来吗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就只有这两天 要求你们早点回来 怎么了 会被开除啊 还是公司医院会倒闭啊 跟你解释再多你也不明白 是 我们今天试晚了 不过现在也回来了呀 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天心 你还有理了 今天舅妈祭日 那不是白白样子 吃饭倒是其次 你要走心的 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当然要走心啊 走心 你们哪一点说明你们走心了 尤其是你 想让你爸爸房子交出来 让他搬出去 他去哪住啊 他辛辛苦苦一辈子 才只有这么一栋房子 你结婚才多久 就打这房子的主意了 姑姑您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你们爸爸对这房子 和面房有多深的感情 这三十多年靠面房 把你们养大 这不只是一栋房子 是他用心用情 流血流害 为你们建的家 你们说推倒就推倒 说改建就改建 你们现在还想提前分财产 你 你简直就是冷血 谈钱冷血吗 我倒觉得谈钱很时机 以我现在的工资 根本没办法 让爸提早退休 他现在每天 都那么辛苦地坐面 我倒是担心 他年纪大了 到最后连这点财产 都保不住 你说得好听 这些话都是 你丈母娘教的吧 这厦门女婿 成了亲生儿子了 你这话有点过分了 我过分还是你过分 比起你们 对你爸的态度 我一点都不过分 你爸现在还健在呢 就逼着他 把房产交给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爸爸的心情 你们还是不是人 你们还有没有 点良心你们 妈 妈 妈 算了别说了 舅舅能听见吗 听见怎么样 就该让他听见 怎么会生出 这么没心没肺的孩子 哥 就怪你 就是因为你平时 太溺爱他们了 现在才一个个都不笑 做错的事情 他理直气壮死不回赶 我们已经提早回来了 您没必要这么挑拨 天忆 天忆 反正我不管怎么做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不笑 我让家里条件好一点 我有错吗 把这件事情 我们以后再说 不用了 反正我不管怎么做都不对 今后不管爸是吃苦 还是背骗 都与我无关 天忆 今天站在剃头上 你不要凶多乱说话 你不觉得爸偏心吗 姑姑他们家什么都好 每次都顾着外人责备我们 既然姑姑他们家那么好 就让姑姑陪他们过吧 外人外人 不把心放在家里的才是外人 王天忆 我说的就是你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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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所以说 就只是因为迟到 哥哥跟姑姑就吵起来了 姑姑最爱唠叨了 一来二去的就越吵越严重 我今天早出门的时候 看见爸还难过呢 那房子改建的事情 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啊 会有什么问题啊 哦 对了 你大嫂来找过我 她说 如果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份额 就给我们每个人两百万 两百万 你想什么呀 不是不是不是 一个人给两百万这么多 那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还要再考虑一下 这种事情还有什么考虑的 我这嫂子家的家庭到底是有多厚啊 两百万 咱们家面积大 还有一个院子 给这些钱也是在合理的范围里 那你怎么开啊 给 给就要啊 钱在手上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再说了 咱们现在都是失业的上升级 也需要钱 不过 爸爸会提前分差卷吗 好像也有这个意思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昨天晚上姑姑才发那么大的质借 对 那 爸爸住哪儿 这个天一已经安排好了 先给爸爸租一套公寓 等房子改建好了 一套留给爸爸 其他都租出去 给爸爸足够的生活费 这样好 这样的话爸爸也不用那么累了 每天也不能那么早期去面板做面了 这样的话 对你 对哥哥 对爸爸 对我那都好 我刚才跟你说这些 你可要保密啊 如果被可可和姑姑知道了 那可又是大堆麻烦 姐 你放心吧 我不会说的 我是你弟弟 你还不放心我吗 好了 我去工作了啊 你可给我低调一点 放心吧 怎么回事 怎么都说是干净了 好 早 房秘书 王总 你的我卡 谢谢 那些资料文件怎么都不见了 我都说是好了 我怕你太辛苦 谢谢 昨天晚上这么晚 我 工作上的事情是我应该做的 看你这么专注于工作 确实还是很有魅力 加油 昨天晚上 我先出去喝咖啡 哦 哦 那行 好啊 谢谢 会努力的 两百万 两百万 一个月无间 你不吃不喝 我要存三十 方小楼 天有神助啊 你大展宏图的时候来了 你也不吃不吃 你真的像你这个人 你不吃不吃 你就看你 你不吃得了 不吃了 我吃吃 你会不吃 你会吃吃小ヒ 我吃吃小肉 我吃吃吃 那吃你吃吃 我吃吃吃 你吓到我了 什么鬼 对人 假如 你有两百万的话 你会干什么 两百万 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钱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捡到两百万的话 那当然交给警察呀 那 那如果是你中彩票了 然后奖金有两百万呢 你没事吧 发烧了 我没有 奖金两百万 我劝你啊 别异想天开了 实在点 我们现在的工作 都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工作 餐厅怎么了 老板啊 最近在找人合资 不知道是不是缺钱了 他在找人合资 是啊 我终于知道这钱该花在哪了 你说什么 你要投资我 你哪来那么多钱 对 一百万 现金 开始 我们合作吧 你把话说清楚 你是中彩票了吗 我不需要说清楚 反正我马上就要有钱了 那 到时候我的办公桌 就放在 这 这些东西 都给我 去掉 你这个办公室的装潢呢 其实我一直就不是很喜欢 但是可以改 要按照我的品位了 我想好了告诉你 我先走了 这么早啊 我今天约了董事长 还有仙女士一起吃饭 你要回家吃饭 我想啊 为了让我们两个在一起 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先从跟他们吃饭开始 方秘书 我会给你幸福的 我会实现我的承诺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你就等着看吧 好吧 方天心 你们俩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既然没有未来 那就不应该开始 小树 这花 给我的 建功 小树回来了 给我买的鲜花 很漂亮 我们吃饭吧 来 一家人能一起吃饭 对于别人来说 是很普通的事 对于我们家 还是个很激动的事 小树啊 谢谢您到我回来 没什么 应该 建功 一家人 别说这样的话 小树 快吃吧 好 吃吧 你们怎么都看着我呀 没有没有 你吃吧 吃吧 很好吃 家里的饭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好吃多吃点 啊 哥 你找我 嗯 嗯 给你们姑姑道个歉 没听到我说话呀 现在呀 马上立刻 给你们姑姑道个歉 道什么歉呀 四姐做错什么 还不知道 你们的姑姑 这三十多年来 为了这个家 照顾你们这么久 所有的事情 他任劳任怨 你们有没有真正的心怀 感谢过呀 好 就算我这个做爸爸的 对于那些事情 我是理所当然该做的 但你们姑姑呢 她没那么多责任哦 她不一定要 那么做那么多的哦 更何况 昨天是你们妈妈的忌日 一个人一个人也没看到 还是你姑姑跟可可 里里外外准备东西 你们说过一声谢谢没有 居然还说那些伤人的话 有道理没有 再不想话 所以是为了让我道歉 才把我叫回来的吗 没错 现在 给你们姑姑 好好道个歉 如果是因为 昨天妈妈今日的事情 那我们昨天一进门 就给姑姑道歉了 我们一进门 说了好几个对不起 是吧 姑姑 说了没有 我们的诚意态度 都是有的 干嘛又就是 这个事情不放呀 我看姑姑是知道 爸要把房产过给我们 所以心里不开心了吧 房天忆 你说什么呢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妈呀 估计就是为了这间房子 难道是因为我们辛苦工作 对我们发火吗 又或者说要像可可这样 不务正业才叫关小孩 房天忆 房子是我跟我爸之间的事情 姑姑您心里没有任何的不满 麻烦请您直说 不要借题发挥 弄得好像都是我们的错一样 我们很感激您这些年 对我们的照顾 但我希望您也可以了解 这些年我们也忍受了不少 我让你们忍什么了 你倒说说 你到底忍了什么了 这房子就这么大 爸为了让您跟可可住进来 贷款盖了二楼 为了还贷款 我们全家人省吃减用 这些您问过我们吗 我们没有说过一句 任何抱怨的话 所有的不方便 我们都忍下来了 但这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都知道 您就像我们自己的妈妈一样 照顾我们 毕竟您是我们自己的姑姑 所以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我希望您可以知道 不是只有您做出牺牲 不是只有您受了委屈 那真是对不起了 这么些年 让你们忍了那么多 真是抱歉 真是对不起 可是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些年我是怎么对你们的 有什么好吃的 我全都留给你们 怕你们生病 怕你们穿不暖 最好的都留给你们 剩下的才是可可 我没想到 我那么真心真意的付出 我今天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被自己的亲侄子牵制你 背后动一动 姑姑 您现在在我爸面前说这些事 献我们于不易 闭嘴 你口才好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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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听不懂 什么易不易啊 每次都这样 说到姑姑你就责备我 混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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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来了 每次都这样 你每次都这样 你干嘛呀 这么多年了 我第一次看我爸导哥 我呀 我算摆扬你们了 我的错 我的错 你们这些 无情啊 你们太无情了 你们怎么就从来没有去 你有一点点真心的去感谢过什么人呢 啊 今天觉得自己做错了 说一声对不起 觉得自己要感谢 说一声谢谢 还就这么难吗 要了解一个长辈的心 就这么难吗 你凭什么在姑姑面前 说这么难听的话呀 爸 你闭嘴 我不想听你讲话 还有你天心 我今天干脆都讲明白了啊 这个房子还有隔壁的面铺 全部都是我的 我不会给你们的 这个房子跟隔壁的面铺 它全都是我的 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来的 包括这个茶几 这所有的家具 床部 都是我花钱买来的 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一斤面条十块钱 一斤面条十块钱 一斤一斤卖出来的 当初的房子多小 你们都记得 搬走一家人我顶一家 搬走一家人我顶一家 到今天的房子变成这样 它是我的 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想都不要想 你们 我到死我都不会把这房子给你们 你们爱怎么过怎么过去 您确定你是这么想的 没错 我确定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一辈子没那么确定过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些没心没肺的东西啊 爸 离我远点 不是 爸 我 我那两百万 你闭嘴 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啊 你还不赶紧大起精神好好干呢 还两百万呢 两千万给你就像丢到海里头一样 你听懂了吗 爸 够了 够了 我 我不想再说任何事情了 好不好 怪我 怪我没把我自个儿的孩子给教育好 我反省 姐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那还能怎么样呢 我爸都气成那样了 姑姑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再怎么样也不能挑拨天忆和爸爸的关系啊 也不是挑拨吧 姑姑也有自己的情绪 有情绪也不能那样啊 肯定不能这样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是真的需要那两百万 哥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一百万 一百万也行 我看只要姑姑跟可可在 爸是很难改变想法 本来还想着把贷款还了 以后压力还能小一点 现在啊 要还利息 还要还本金 哪有钱过日子 我有一个想法 不如给姑姑一笔钱 我们换一思考一下 她在这个家里面生活了三十年 什么都没得到 心里面太委屈了 所以才会这样呢 那所以呢 所以你们三个人 每个人拿二十万 一共六十万 拿了钱 她的心里可能会平衡一点 好消息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天心一说啊 他们三个把分道的钱拿出来 每个人是二十万 加起来三个人一共是六十万 拿给您 做照顾您的生活费 六十万 为什么 所以呢 所以他们就把钱拿给您妈妈 其实也不是钱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诚意道歉的 而且他们那心底 还是想照顾我妈妈的 您说呢 就哪六十万给你妈妈妈 就把你打发了吗 让你搬家啊 这叫照顾吗 照顾人不是出了钱就算照顾啊 她是要尊重啊 她打心里头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每一个人呢 她不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点钱打发就算了 舅舅我算了别说了 哥 他们也就那么一说啊 不是他们这些孩子老是把重点给摆错方向 我 我 我对他们太失望了 我着急 我没辙 失望就是 就你多嘴 想说什么 你